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一如我們以往有一集的嘗試 我們今次都會推出這個手語版的廣播 希望一些聽障人士都可以欣賞 和分享到我們的節目 大家都知道因應都有手語版 所以說話速度也不可以太快 因為希望能夠負責做手語的兩位好好人 幫忙的女士 都能夠順利地將意識表達出來 今集向左望 我想一定會有一個重要環節 在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最主要是由長毛 有讀者寄信來問一些很有趣的問題 問一些關於社會主義 甚至可能說到截古華拉的一些問題 留下後面的部分時間差不多時 就交給長毛再回答 節目開始時 講講今天的主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近這兩星期傳承熱門的話題 就是有一間很出名的連鎖店 叫做大嶺樂 對不起 是大嶺樂 因為這個黑購犯錢事件 引起全民公憤 而導致甚至有市民 在面書發起霸食示威 而最終這個集團要找這個 好像我知道就是找了 盧子健那間公關顧問公司 結果沒有辦法了 因為你既然拿了東西 你就要揹上網 結果就宣佈取消購犯錢的措施 當然其實整件事件背後 除了你說要罷食 以表達不滿 又或者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最低公司的這個政策去推出 第一 究竟是否能夠幫到我們香港的工人 有一個合理基本的生活保障 那你一樣的 其實在節目未開始之前 長毛都想講 就是說 其實很多時 特別是香港社會 對於低下階層的保障 究竟夠不夠呢 又或者譬如說 我們講到其中一個關注議題 是公平競爭法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意見 就認為就是說 你推出最低工資 其實是令到經營成本上漲 其實是令到甚至一些中小企 或者一些做生意的 一些小的商人是沒有保障 那麼這個說法 當然其實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 其實長毛 我想都跟經營成本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今次的 因應這個大嶺落或是叫大家落 這件事竟然引發出 在網絡上面提出罷食 而最終令到大家落或是大嶺落 今次真是大嶺落 屈服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其實香港有很多的一些連鎖性的集團 不論是飲食食肆 或者是一些服務提供機構 他們都用不同的方法去欺負工人 其實你在你的經驗或是接觸個案裏面 其實有些甚麼觀察 其實大家落這件事很明顯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看到香港的工人運動、政黨 以照政府的施政的情況 好像一幅素描畫那樣 素描畫當然是沒有這個顏色 亦都是一個畫畫最基本 第一就是曾蔡英權在大家的壓力底下 他應承在任內就會有一個合理的工資 保障給香港的打工仔 俗稱是最低工資 其實他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用這個工資保障運動做一個試點 是兩、三年前 對 他說如果你不做我就立法 這個工資保障運動當然不成功 就是迫著立法 另一方面也是我和其他工人去資格服務他 就是說他沒有履行到公資委員會條例 原因是怎樣呢 就是在很久以前 即是一九三幾年 現在說到八十年之前差不多 由於英國工黨執政 就是要引入的徐帝共 就用了一個行業委員會條例 那行業委員會條例是甚麼呢 就是說任何一個行業如果公資是太低的話 政府是要找任一個行業的公司委員會 去看看這些公資應該加到多少 那要一直放在那裡沒有用到的 直到最近拿出來 我們拿出來就用這個行業委員會 就指責這個政府 是對於某些行業 譬如說清潔工、保安 工資已經低到不能接受的時候 他沒有履行到那個行業委員會的職責 即是以前的港督、現在的特首 即是未必一定要是可能要 這樣就打發了 當然他怎樣證明他的做法是對的 既然未可能願意這樣做 著情權非常大 其實你剛才說過 他後來有一個訊息 就是一個陳氏 這個細章說政府是準備做的 做這個公司保障運動做不到之後 政府應該打算立法 這樣就贏了一場官司 所以其實你看到 香港最低工資的抗爭 是一些工會和社運團體 民間團體不停發出聲音 有時是微弱的 有時是高項的 有時是大的 有時是小的 持續了很久 亦都是因為香港人在1998年的金融 這個風暴之後 看到工資都不停地下跌 跌到已經不合理了 才令政府沒有辦法 不是用這個方法去解決問題 剛才提過最低工資的檢討委員會 剛才提過一些歷史背景 就是來自於英國工廠執政時期 其實理論上就是 即直民地時代或特區時代 1932年度 基本上就是 其實政府作為資源的分配者 他有責任 不會令到因為工資太低 而令到某些行業 他們是一種被歧視的狀態 但政府是不用的 或不叫這個組織出來運作 所以你進行一個司法服務 根本沒有這個行業委員會 這個行業委員會當然未必是嘗設 特首或以前的港督 當有人告訴他 他自己知道了 有些行業的公司低得太可憐的時候 他會這樣做 所以其實今天的 這個故事還未講完 做了 做了之後 立法 立法裏面也搞出了很多風波 就是對於所謂殘疾人士 是否應該包括在內 這個就是 其實是 這個 資方 某一些人 指責 或者公司會適得其反 就會令到弱勢的勞工失業 失業 所以 就搞了殘疾人士 可以接受舊工資 或者提出這個 測試 測試之後 減多少工資 剛剛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 我們之前其實 向左網都有做過 類似最低工資的一些部分 其實都好像請了一些 好像我記得請了一些機構代表上來 或者甚至一些殘疾人士 其實他的看法就是 其實最低工資最好 不要實行在殘疾人士 因為他們很害怕的 就是 萬一有了最低工資 其實 本身我知道 其實這班人的工資已經很低 你施行最低工資的效果就是 是 他們的工資是高了 但同時間 老闆就覺得 既然最低工資你們都有份 我為何不請建築的人 他們生產力強些 反而還請一些 可能生產力沒有那麼強的人 這當然是一個 不是最低工資 可以解決的問題 原本就是 怎樣去看待一些弱勢社群的問題 任何的 立法要改變這個社會制度 都是會有後果的 這個後果到底是誰去承受呢 當然是強者去承受 因為弱者去承受 因為立法去制定水公公司 就是令到人的人工 不可以低得太可憐 如果因此而引起僱主 對於殘疾人士的 那些勞工的歧視 或者是 排擠 就是隱性歧視 或者是排擠的話 當然政府 無論是透過立法也好 或者是透過其他方法也好 是進行善後 就是有一個 政府應該想到這個 現在不是不行 其實所有的法例都會是這樣 只不過就是 當強勢的人 或者這個社會已經有權有勢的人 他就可以透過這個 游說、施壓拿去的東西 等於現在另一條法例拿出來 就是競爭法 以前叫公平競爭法 現在叫競爭法 都很多人去游說 有些人又說 你那個罰則又怎樣 如果你寫不清楚很慘 譬如現在有銀行做保險業務 他那裏有違反公平競爭的東西 就罰了整間銀行 很多人跟我游說 說話 也都舉個例子 就是 我待會再講到公平競爭 很多的東西 政府就會對付 譬如現在 自由黨說 很多中小企 反而被人告 政府立即有反應 但這個問題上就沒有了 其實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最低工資只不過是 整個改革的一部分 譬如 這個 嚴懲不公平解僱 是 集體談判權 一個 失業援助金 這個 公事上下 全部都是配套 如果你只說 只說一件事 當然我們會看到後遺 會有後遺症 即是說 剛才 都很確保說到 其實整個最低工資 只不過是作為保障 約勢勞工其中一個部分 甚至說最高工事 很簡單 你看整個立法過程 定定多少錢是最低工資 如果它的量度位 不是月薪而是時薪的時候 現在即將公佈 我想可能公佈了 今天我聽說就會公佈 如果它定最低工資是低的話 即是說工人 會做多過八個小時 如果你是用八個小時量度的時候 即是說你假設一個勞工 應該是每天做八個小時就夠洗的話 那時薪便要向上升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政府不做公事上限的管制的話 很明顯就是 資方一定是會 壓低那個最低工資的額 去省減成本 或者是令到其他的工人 是要加班去才拿到那個 即是說它要維持成本 或者是把損失狀況減少 轉嫁 即是說 好是交人工 你做長一點 現在政府也看穿了所有的團體 其實是想拿些獎品回去 就告訴那些勇頓 我爭取到 即是拿一粒糖 那粒糖是甚麼呢 拖匪糖 或是花疊糖 或是卸糖 沒有人理 它看到 它便透過這件事 作為一個政治策略 就是和方方面都說 如果你要最低工資 可以給你 但你要拿東西來交換 其實每一年的施政報告 以及其他政策都有 最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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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正改方案 都可能是有談的 是吧 現在大家看 政府已經知道 大家其實想在一個橫鞋 就說成功爭取 那就給你一個空殼 給你之後 然後再在最低工資檢討委員會裏面 就是一個減低標準的時薪 或者最低工資的時薪 就是拿回 所以現在全世界 在六、七月的興奮很快已經過去了 是吧 而大家的老闆 就是這個過程裏面其中一個插曲 就是當政府立了法之後 它是會委任一個最低工資的檢討委員會 是定的 其中陳雨光就是被委任了 其實它是四個派對裏面 四個類別的人 其中一個就是代表資方 其餘的就是盧芳 和學者和政府 你一看到 其實盧芳是九比三 剛剛你提過一件事 其實從最低工資 甚至講到最低工資立法 甚至我們講到 其實政府目的就是 國異政黨 特別是一些可能親建制政黨 包括民建聯 公聯會 民主黨 說你們要交工科 你要給選民看你做事 你真是有成績 所以 剛才整個長毛的解釋裏面 都發現了一件事就是 究竟最低工資其中一個 我們可能會失落的目的就是 其實希望政府給政黨交功課 令到某些可能支持政府政黨 在選舉的宣傳裏面 都被人知道 其實我國安E40是有做事的 所以我們會說 可能表面上 在字眼裏面或者在宣傳上面 是有做事的 但實質不是幫到工人 又或者實質整個最低工資 在實際運作過程裏面 會不會有很多很多的漏洞 例如資方會乘機透過一些機制 去扣減工人人工 來彌補推行最低工資的所謂的選擇 這當然是在立法過程 我指出如果你不訂立一個工時上限 就變了你無法計算最低工資是多合理 如果用時薪來說 如果你覺得做十個小時是合理 那時薪當然低了一些 現在果然的效果就是一部分已經出現了 很簡單說回陳余光這個人 他被委任了之後 他已經說要有刑警 因為他大著已經知道多少錢 其實他當日開記者諸學會 說大家可能有刑警 其實是一個對政府的訛詐 也是對工會的一個攻擊 就是如果你搞得無法做 很大鑊 這個做法就是一個反擊 政府委任了國安委員 當然是整個最低工資委員會 工資提供提供很多 因為他有很明確的立場 就是說如果他在工資提供太高 好像大家落感的企業都做不住 你想想其他 其他規模比較小的怎麼搞呢 這當然是一個立竿見影的效用 或者有一個政治效用就是 我們叫做開天殺價落地皇前 這個人就做開天殺價的角色 這樣就被人攻擊了 然後今次扣凡帆中 其實就是他的預算盤 他已經知道大約工資的時薪 最低的時薪是多少的時候 他用他的方法解決了 就是扣帆中交錢給你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非常大的醜聞 就是一個政府委任出來 假設能夠公正去處理 一個最低工資問題的委員會裏面 其中一個人就是發風發到出面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發現 就是如果我們說整個 我叫做review committee 就是一個檢討委員會裏面 爐方資方政府學者 如果你說資方是代表 原來就是一個 一個可以叫禽獸的角色 就是說 好 我是資方代表 然後將資方的那種慾望 或者那種邪惡的想法 推到極限的話 我可以用任何手段 去到魔削工人 扣犯中銜 這個就是看到工聯會的無能 你看回整件事 工聯會在拿了最低工資之後 就已經搞定了 成功爭取 至於整個爭論裏面 他不是沒有說話 但他沒有動員 其實動員的力量 如果根據派面來看 工聯會號稱有三十多萬會員 當然動員的能力是最大 而且他的會員很多 其實就是受害於公司過低 他沒有動員 他有說的 陳玉光出來之後 他都沒有什麼做 是 他有說的 其實他的問題就是 勞資公民委員會 又是他全部 是他的人 由於這樣的時候 在最低工資檢討委員會裏面 亦奪回代表他的人 他怎樣靠得下 他得到消息的時候 其實他也大有知 他又不敢動員群眾搞 他就這樣坐在這裏劇 工聯會的角色是最尷尬 這個問題的一部份 即是你看到一些工會 和政府的勾結 工會我自己要豁著 所謂的工會 黃色工會 黃色工會 這個禍是多大 第二就是 不要說工聯會的部分 講其他工會 比公盟 其實都束手無策 你最吊詭的就是 其實當陳玉光這樣做的時候 是網民發起的 公聯公盟是響應的 這是很奇怪的事 整個網絡動員 是網絡動員 這個看到一個問題 網絡的好處就是 講聲勢 但他實際是沒有實力去做 這個很清楚 亦都沒有這樣的公信力去做 就觸動了公盟 覺得應該做 而公盟說做 亦都真的嚇到大家樂 因為大家樂是迫於相遇的問題 亦都迫於政府給施壓力 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 第一就是政府賠了一個誠信 第二就是大家樂的商譽 因為商譽是非常重要的事 雖然間它是極師無恥 所以做了個better 但你要看到就是 網民發動公民去響應 全部的過程裏面 大家樂樂的員工是沒有聲出的 即是說他們是做一個主體的時候 對於這樣是沒有發聲的 無論是以前我們 好像我那樣去做一個野貓式行動 以至到其實基本上 網民發動公民響應的都是野貓式行動 所以你可以預測 28元一出的時候 哪有抵抗呢 是吧 公民可能是苦於沒有實力 工聯會就是樂於出賣 要看到整個工會運動的不堪 其實真是被人看穿了 即是現在在大家樂上面 因為網民這樣做公民響應 針對到一個非常無良的人 拿到的勝利大家喜盈於色 但很快我想過一兩個星期 如果公佈28元的時候 這個當然是對香港公共運動 和民間的團體一個很大的挑戰 即是說33元和28元實際上相差很遠 這5元的時薪對於低薪工人來說 不是一個數字 不是一個數項 是實際上關係到他們每天 沒有40元多工的問題 剛才你提過一件很重要 當然其實在整個過程裏 有幾個集 其中一集就是網絡動員 你會見到基本上 整個由最低工資的立法 去到大家樂題出購反中錢 然後你會見到工會 有一些工會 可以這樣說 就是做這個幫兇 即是不出聲 即是你做這個幫兇角色 有一些工會它沒有能力 無論你說動員 然後你會見到 然後你會見到 其實整件事引起社會關注 反而是這個生活體網絡 但它都做不到 這是很奇怪 其實大家樂態度太虛弱了 其實在政治上面 如果不是這樣去做的時候 它未必會做到這個決定 即是說不如回答 但老實說這牆場實際上 是太過腐鬧 意思不是說它沒有實力 而是它道德上輸了 如果這個也涉及到 政府公佈最低工資的時候 如果是28元的時候 連帶引起政治連動的結果 因為如果你陳玉光在這裏 繼續這樣做的時候 實際上人會更加憤怒 一個就是傷 令到政府的形象很傷 而大家樂的商議都比較傷 剛才你提過一件事 就是整個過程 我會留意到 政府基本上是沒有 很具體的一些表態 或各方面 人家會覺得 整件事繼續拖下去 你有沒有留政府 完全不出聲 張建宗的立場很清楚 他說政府 這個商家這樣做是合法 其實他說來他不合 現在做到他公佈了 壓力大到他自己說 撤回那個扣範中 其實張建宗才說 如果有良心的企業 應該這樣做 根本是極之失職 所以我覺得勞工界的議員 非常窩囊和屋竹 每次勞工處或勞福局 無論怎樣說到 總有勞工的局長 局長或常秘走的時候 都會軟識 又這樣說 大哥你軟識他 他對中國人有甚麼好處 張建宗做常秘的時候不做 富閒在家 一不做的時候軟識他 到現在回來做了甚麼呢 就是這樣 就是非常屋竹 剛剛提到另一件事 當然無論是工會本身 他的失職或甚至直接間接做幫兇 或者剛才說到網絡本身 可能有他的作用或局限 另一件事其實剛才提到 就是政府成立很多一些委員會 甚至處理一些幾乎生意性的政策 例如說最低工資 無論在勞工 無論在資方 都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但剛才你也會見到 如果他裏面的成員 基本上其實是政府自己有的 無論是勞方代表債工聯會 無論資方代表是一個窮空極惡的資本家 或者政府代表基本上是站在雙手 等待發生甚麼事 甚至學者代表又不見得 學者代表在整個過程裏面 發揮公共自治分之良心 但問題是學者代表怎樣選出來 都沒有人知道 現在舉個例 學者代表是否香港大專業校教職員 我不認識他的 第二 即是大學生選出來 因為校董會講出來 根本整個過程都不透明 實際上你覺得選舉是麻煩 我假設你就可以了 其實就不是很難 因為校董會圈子很小 都有一些委任的原則 香港政府是沒有這些委任的 即是說 有些原則就是這個委是甚麼人的人才 或者一般來講 接受公職有甚麼品德 沒有的 基本上你起碼找個人來 人家都不會覺得這個人選出來 現在你說學者不知是甚麼 其實整個問題是好笑的 政府是政府來的 資方就不知怎選出來的 勞方就工聯會霸佔了 學者也是找些無厘頭的 學者上去 或是各位有興趣可以上網找個 學者代表是誰 有機會我們請他上來問 是嗎 那你沒辦法 講講學者的公共良心 講另一個人林滿江 林滿江做了評寄會之後 他就很著力去搞這個 全民退堡 他就贊成這個觀念 因為他當年 在港英做官的時候 就是處理這個 強積金那件事 所以他整個落龍 他就很清楚 現在都不打政府工了 可以在評寄會的平台講 就差不遠了 你想想一個過去的高官 有個平台都敢講 那些學者是為何春 現在林滿江講的事 你不可以說他天下無敵 但都很杜勇 想起王永平那些 其實都是 王永平為何會這樣 我不知道 即是說你現在這一班 所謂學者就是思惟素餐 你選了出來有甚麼主張 有甚麼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整個機制非常之腐敗 即是由一班不知怎來的人 立場不知的人 社會對他的公信力 有懷疑的人 或者無法判斷的人 去由特首委任了 去執行一些 跟香港幾百萬人有關的事 這個很離譜 即是這個機會 如果再講立場就是 競爭法就是這樣 競爭法在那裏諮詢 諮詢到2008年的5月那一稿 都還說在競爭法的目的裏面 就是應該有保障消費者權益 最後來現在查了 如果查了怎樣查呢 其實他是抄英國的競爭法 英國的競爭法就是為何會先進些 因為他是抄的 也是歐盟的 所有最新的觀念都放進去 現在社會開始覺得 如果競爭法 最後來不是維護到消費者的權益 不得完滿 他在2008年5月都出了個稿 有這條的 即是徵詢意見的時候 現在出來沒有這條 我問蘇錦良 蘇錦良答不到 最吊詭的就是 你不抄英國人 你抄中國 中國反壟斷法 又是開宗明義這樣說 因為他也是抄人的 你現在解釋不到 為何要抄了他呢 因為你抄了他的時候 我們講了這麼久的公平競爭法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職能就沒有了 就是公平競爭其中一個目的 是要保障消費者 即是權益 沒有了 即是等於一個人擔了他的手 所以其實在競爭法裏面的 各黨各派有不同的立場 陳健波就問 你不寫明佛則 又不寫明執法的幅度 你會令商家難做 這個自由黨那些能人 能人義士 這個就說會對付小商家 根本原來真是難人義士 根本無可能 即是他想的真是匪夷所思 即是交 即是或是賊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立法過程 你看到不同的人 著眼點又不同 所以你都會見到 無論是公平競爭法 又或者講到最低公司法 現在沒有了公平的話 就是競爭法 因為外國都是這樣 因為已經不公平 因為外國都是這樣 即是競爭法 你會見到其實整個過程裏面 其實都是一些政治的角力 又或者其實在這些政策背後 不同政治勢力 或者不同利益勢力 或者一些既得利益者 其實你看到整個立法的混帳 我們刪了條件 又不要計 另外你有個問題就是 可以豁免 即是有些可以豁免 現在立法的框架沒有 它將來由成立了的委員會 由委員會去這樣做 你不拿回來 立法會再wet 不做wetting 即是給你一張圈檢查 第二 還有一樣 就是有兩個範疇 可能已經決定了豁免 就是地產和金融 你說 你問所有的香港人 即是最厲害 最罵辣 最毒辣 最打橫行的 對 就是金融和地產 豁免了 即是等於 香港有政府說打黑 就說我們堅決打黑 不過14K和新移安 是不再打擊之年 新移安和14K 就是不再打壓之年 我們一定會很公平地對這個問題 好 因為我知道其實長毛信商的部分 Lewis有個狼訊 或者將時間交給長毛 讀一讀封信和解答他的問題 現在Lewis寫信 一直都是長過水蛇春 他的意義非常之重複 其實他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說到底治郭雅拉是一個 獨裁者 或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 國際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信徒 他有沒有搞清楚 治郭雅拉是一個 什麼人 我應該有些認識 因為他太多 他太多豁來豁去那些 很顯然是讀書人 讀書人很喜歡寫到一些問題很複雜 當然 那當然 施水怎樣呢 施水 其實他那個論片是值得討論的 很多人就界定不到治郭雅拉 我的說法就是 是指哥雅拉劉太太死的人都在變 因為他是一個行動家 大部份的行動家 就未必好像理論家 這樣是有一個比較深邃的思想的過程 也都不是很著重 就是怎樣提出一個世界觀或者一個方法論 或認識論的問題 所以他寫的文章基本上不涉及這些 譬如社會主義的新人 或者輪郵激戰 其實他沒有探討這個問題 他看書又看這些東西 但他沒有時間去整理 可能是他能力所限 可能是他沒有時間 他多部份就是將 他認為對的變成了行動的指令 你看他一身人 開始做一個中產階級的 就是一個 都幾悠閒 無憂無慮的子女的時候 他經常都在那個圈子裡 經常都在爭論 他是左傾的人 當時他說他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 然後遊歷了拉美之後 他覺得其實馬克思主義 如果用在拉美 第一就是要有一個聯合的拉丁美洲 跟著就要反美帝 反美帝一定是 其實某個程度上 在他來講就是反司本主義 反而沙特諾就未決定 好了 到了他打後擊 他開始很欣賦在毛澤東 因為毛澤東是打後擊的人 亦都是一個自稱社會主席 亦都是用武裝的鬥爭 拿到政權 在這點上他站在毛澤東 沒有站在希特爾夫方面 中蘇爭論那時站在毛澤東 亦都去中國的時候 見過毛澤東握過手 亦都見過周恩來 當時來說他當然有國家的職務 他又要行禮 第二天他都覺得是很欣賠毛澤東 但是他的人真的一直這樣變 他開始想一下 這個托派的思想 我有看 他最後決定了 要實行一個革命的 這個革命社會主義運動 是要國際主義的 他便走了去江國大後擊 失敗了 跟著就去了玻利華大後擊 玻利華大後擊 其實他是給幾方便出賣 第一個就是蘇聯出賣 蘇聯控制的波共出賣 蘇聯有沒有叫古巴的領導層出賣 我不知 跟著其實毛澤東有沒有對他 沒有甚麼反響 他當然是 他的思想裡面吸收了毛澤東一些東西 就是遊擊戰的問題 或者社會主義新人的論述 就是文化大革命 但是他的文化大革命 不像大陸 大陸的文化大革命 其實哪是文化大革命 由頭到尾都是由中共裡面的 奪左權的當權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在整個中共的軍委會 公安部的配合之下去做 甚麼機構的衝擊 就是軍委會和公檢法的衝擊程度 非常細 華東到死後 因為他不停地變 所以他了解 超哥華拉 當然他未定刑 因為這個 概觀論定 他突然間死了 那麼早死 還有他有個問題 他沒有依附權威 所以你不知道他 奪權之後會怎樣做 如果你說古巴奪權做 有人說他殺人 他殺了幾百人 因為他當時被卡特羅 委任做要塞司令員 就是負責去審反革命分次 他殺了他 這個所謂他殺人惡魔 其中一個來的 這樣來的 這個所謂殺人惡魔 不過他自己的變解 其實那些人全部是該死的 他殺了那麼多人 我要殺他 中間是否沒有瑕疵 可能是有瑕疵 那些人他都要審 其實應該是用正式的司法程序 是好些的 這個就是革命時期 其實革命如此 反革命亦如此 所以其實他 你看他整個變化 他開始慢慢覺得 古巴的執政黨的問題 而古巴執政黨仰賴的蘇聯 即是蘇聯共產黨的問題 其實他已經是走向 對這個蘇聯式的共產主 即斯坦主的政權有反性 跟著他到他出走 去打又擊的時候 他已經完了 不知他如果他在生是怎樣 但因為他是沒有權力在 所以你很難指責他人格的問題 或者這樣說 如果要總結這封信 你很難用一個標籤來說 究竟他是一個 你可以說不停轉 他由這個蒙蒙濃濃的馬克思主席 變成一個指揮軍隊的民主 主席軍隊的民主運動的左翼 他就變了他的位置 然後再變回馬克思主席的角度去看古巴 然後因為他攻擊蘇聯共產黨 而不能建融於蘇聯共產黨 和古巴政府出走打又擊 變成過程很大 他當然他是一個馬列主義者 他當然會贊成先鋒黨的概念 不過他建黨的概念就是 不一定像佩薩維那樣 在一個城市找工人來建黨 尤其戰爭是建黨另一個焦點 這個當然是很大爭議 這個土地革命和尤其戰爭 可不可以建立社會主義運動 這個大家有機會說 譬如你一代 對於一黨專政的態度 我想他在考慮著 因為如果有先鋒黨 很容易變成一黨專政 但沒有先鋒黨 很難過革命成功 對於這個問題 他的探討相對來說是弱的 如果你看待 此外大家都是用行動家的角度 因為革命的行動家 多過革命的理論家 最終在節目之前 我們講哲姑華 當然莊男有時間 可以探討一些理論問題 或是跟理論相關的 一些重要人物可以再討論 但其實在我們節目結束的時候 我先感激兩位做手語的女士 就幫助我們很多 我們節目時間到此 歡迎觀眾們Lewis等等 繼續來信我們節目 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再見 再見